今天我们去了被称为东部大峡谷的一个公园 在五指湖附近 然后从这个公园出来之后 我们就到了一个农家乐的餐厅 这个餐厅它的特点是农家饭 这个农家饭主要的食材 比如说鸡肉 牛肉 还有它的什么猪肉 这些都是它自己产的 我今天喝的是霞多利 昨天我喝的是雷斯令 今天我喝的是霞多利 这些都是五指湖边比较有特色的 就是它自己产的干白葡萄酒 它不是以五指湖边呢 它不是说以那个红葡萄酒铸成啊 它是以白葡萄酒 而且是干白葡萄酒 就是稍微温凉的这种气候 才能够成长这种葡萄酿出来的酒 比较清爽 这个是牛肉做的 这是鸡肉做的 这个是BBQ的 它喜欢吃的是猪肉做的 我们选了三个鸡肉的牛肉的和猪肉的 今天我们选的这个今天选的这个餐厅真的非常是有缘分啊 本来我是过来明天呢去想看一个正在出售的高尔夫球场 也是在农场上建立起来的高尔夫球场 但是今天呢非常的有缘分 就是我先生他选了这个餐厅了 就过来一看 我说怎么感觉到这个房子 还有这个照片啊 这个照片 尤其是这个房子 就这个房子 我一看那么眼熟啊 因为我对这个高尔夫球场出售的特别特别的有印象嘛 然后呢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 我刚才一查 正是那个我想去参观的参观的那个高尔夫球场 这个是现在是正在出售的啊 在五指湖的附近 它离着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被称为东方东部大峡谷的一个公园 很近 刚才我们正好就是去那个公园玩了 所以我说真的是很运气 省了明天再来了 今天在这吃饭正好 就是看一看嘛 因为我帮一个想申请一兔的朋友来看 他现在暂时还是过不来 我先帮他看一看 今天正好在这吃饭 我就也就不用再去 明天就不用再特意来了 所以说跟这个高尔夫球场还是挺有缘分的 为什么一下想起来 一个是这个房子 因为我看那个照片特别的 这个是一个4500尺的一个房子啊 一个 你看很大的 这是一个被称为是就是一般的高尔夫球场都会有那么一个 这么一个会所吧 会所这个会所里边呢 他这个是以农家乐餐厅为特色的 然后除了对那个房子很熟悉 我还对他这个大 对这种就是这个户外的这个是举行什么婚礼啊 party啊 庆典活动啊 这个大帐篷非常有印象 哎 我说这怎么这么眼熟啊 我一查地址完全一样 这个是这个高尔夫球场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餐厅也挺有名的 因为我先生他选餐厅嘛 他选餐厅 他从那个评级 主要是看 先看一下评级啊 如果评级不高的话 一般我们就不去 找那种评级高的 而且是比较有特色的餐厅 这个餐厅呢 他的特色就是农家饭 他的主要食材都是自己养的 自己养的牛 自己养的鸡 自己养的猪 他的那个农场就在旁边 一会儿我可以去看一看他那个农场 这个高尔夫球场就不是上次 上次我推荐的高尔夫球场 其实他主要是针对小孩子 然后呢 大人呢是一个练习场啊 就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高尔夫球场你看就非常的正规了 很大 在这附近也是很有名的 现在其实是这个时间 我们一般吃饭呢 干什么 我们都选择三点多钟 因为这个时候呢 就客流量比较少 也比较安全嘛 我怕来得太早了之后 就是人太多 疫情期间人多了 自然就不安全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少的时候 你看他这 他这来吃饭的呢 在他这来吃饭的 基本上都是打高尔夫的 像我们这种 有 但是这个点不多 就中午的时间 这些个来吃饭的人比较多 但是这个时间呢 来这的 他们都是刚才打完了高尔夫 才来这吃饭呢 或者是喝酒啊 这个餐厅呢 它平级也是4.5 是比较高的级别了 而且有自己的特色啊 就是美式的农家乐 这个高尔夫球场很大的 是170个英亩 你看我们刚才去看了 那边很大 还是有起伏的啊 这种地势 非常正规的 这边也很大 他一共呢 现在其实才用了 40 50多个 50多个不到60个英亩 其他的还有120个英亩 你可以再开发 而且呢 这个主人呢 他已经跟这个 一个想建房车公园的人 就是建房车营地的啊 camping ground 房车营地啊 露营地啊 在美国一般说 这个露营地 camping ground里边 都是包括着房车营地 也包括着不停房车 就是在那盖一些小房子 去那儿玩的 还有一些 就是像我们经常租帐篷的 就是camping seat 租个地方 在那儿去自己搭帐篷 有一个 就是跟一个老板呢 他想建 在他另外的100 那边 那边啊 那边过去之后 120个英亩的 那个地方呢 他要建一个房车营地 因为 为什么他选择这个地方呢 首先他大环境 是五指湖的旅游区啊 非常著名的旅游区 人气非常旺 消费也非常高的 但我们这一餐 就这三个菜 再加上我那个酒啊 我要了一杯酒 霞多利的干葡萄酒 还有 就是这下来的话 就要是七八十美金的 他这个 而且呢 这个经营了 已经有40年了 这个主人 另外呢 就是那个 开房车营地的人 选择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 想法 就是说 他离着 我说的那个 来这儿 来五指湖呢 除了玩湖之外啊 品葡萄酒 去酒庄里 喝葡萄酒之外 他有几个 非常有名的 这个 就是 旅游景点啊 就刚才我说的那个 被称为 东部大峡谷的 一个 景点 离这儿非常近 也就是几个英里 所以说 从那儿玩的游客 像我们 就是刚才 从那儿玩累了 该吃饭了 我们就会 跑到这儿来吃饭来 嗯 他这个餐馆呢 在推荐里边 是排在前面的 嗯 就说他既有景点啊 大环境也比较好 另外一个呢 他这种 像这种 呃 大面积的啊 他已经开展了一些商业 行为的 有高尔夫球场啊 有餐厅啊 本身就是一个商业性的地产 那么他建这个房车公园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他在这种 这两种经营 基础之上 在扩展一种经营 所以说那个 想开房车公园的老板 也看 也看中了这个地方了 一直在跟他谈 但是呢 这个老板在经营了40年之后 他现在已经很老了 他就没有精力了 他要退休了 所以就要卖了 嗯 这个餐厅呢 加酒吧啊 它是酒吧性的餐厅 嗯 这个呢 经营在 就是经营状况也是非常好 因为这个主人 他没有精力干了 所以说这个 呃 酒吧式的餐厅呢 他现在 等于是 呃 租出去了啊 已经租出去一年多了 租给一个新的主人了 这个新的主人呢 就是干的 干劲还是十足的 干得非常好 嗯 新的买主呢 就是说你愿意租呢 你可以继续出租 租约 呃 签了五年的租期 今年是第二年 第三年 反正最多是第三年吧 将来满了之后呢 你可以自己做也行 你或者是继续出租给他 也可以 总之他经营的是非常不错的 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啊 多功能的 而且以后你想拓展其他的 呃 经营范围呢 都是可以的 但他已经具备三大项了 一个是餐饮啊 餐饮和酒吧 到这边来了 人们喝酒 赚这些喝酒人的钱 是很容易的 就像我这种平时不喝酒的 来这也是要喝一喝的 然后呢 第二一个就是 高尔夫球场啊 来这儿 美国人来这儿 休闲度假 五指湖是 著名的休闲度假区了 呃 来这儿呢 休闲度假的话 呃 他们都喜欢打高尔夫 呃 第三第三一点呢 就是说 他要拓的这个房车营地啊 camping ground 这个也是非常盈利的 在旅游区非常盈利的一个项目 是一个综合性的项目 然后之后呢 你要是 因为他还有120个acre呢嘛 你再干其他的都是可以的 就比如说 你要搞什么农业观光旅游啊 你要种一些东西啊 什么的 都是可以的 嗯 所以商业机会是多种多样的吧 这个 这个 而且价格呢 也不贵 就是一百来万 这个价格 我觉得还是非常超值的 你看他这个 球场保养的非常好 这个时候 一般他们都是上午来打高尔夫啊 这个时候都已经四点多了 四点多了 这个 看还有人不断的过来 呃 晚上呢 他也是要喝有酒吧呀 有餐厅啊 这个方面额外的收益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高尔夫球场 非常值得购买啊 如果想买的朋友呢 你可以 尽快跟我联系 他是刚刚上市的 你如果像这种优质的资产 就一看就挺好的资产 而且未来的发展前景 就是他 如果说你看 现在主人正在跟那个 想开房车营地的人 在谈 购买 或者是租资产 这块地方 临着的这块地方 呃 如果说你买下来的 你就可以自己做了啊 这个房车营地的手续 也不是说 每个地块都能够拿到的 所以既然是 这个地方没问题的话 你还不如 其实还不如自己去做呢 租出去的话 毕竟租金还是有限的啊 你要买下来的话 或者租或者自己干 都是你自己说了算了 如果说这个主人 他要跟人家签了租约的话 你再买下来 那只能是出租了 好的 如果对这个多功能的 高尔夫球场 房车公园 还有农家乐餐厅 呃 这个综合类的地产 感兴趣的 请尽快的跟我联系 呃 我们有一个这个微信号 我会放在 这个评论区的置顶吧 评论区的置顶区 好的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和转发我的视频 再见